大埔廣福道造成兩人死亡車禍 案件下午提堂 據了解攝氏的士司機仍在醫院 不會出庭認訊 被捕的63歲的士司機暫時被控危險駕駛 導致他人死亡罪 案件下午在粉嶺裁判法院提堂 至於仍留意的4個傷者 當中4歲男童的情況仍危殆 而早前傷勢嚴重的37歲孕婦和51歲女人 情況算為穩定